卖面膜了 最新出版的面膜 好用不贵 价格实惠 走过路过 千万不要错过了 很好用的 补水的 大姐 我看您平时一定保养 我告诉你 我们这个面膜 是我们公司 最新推出的面膜 补水 你好 俊阳小姐 你要不要面膜 这个面膜 是我们公司最新出的 不需要 补水保湿很好的 不是小姐 都说了不需要 这对不起啊 你们在干吗 有人来派出所举报 你们非法摆地摊 我没有 不是 我不认识他 没有 不是 我跟我不认识他 还不承认是吧 不是 我真的不认识他 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摆地摊 不是 我没有 我今天提醒他 你看他 他都没法 别解释 别解释 我真的 带嫂 真的 先吃某个 不好意思啊 今天连累你了 不过肯定没事了 咱们两个人又不认识 那你会因为这个 你真不知道这个是三无产品啊 我真不知道这些东西是三无产品 我今天第一天上班 那你岂不是很冤枉 如果你因为这个座牢 那你多可怜啊 爸 爸 这 他 什么 他们说我卖三无产品 不让我走 把我扣这儿了 什么 那三无产品啊 这套产品是非法的 我们现在需要证明 它是第一次接触这种产品 它 它当然是第一次了 哎呀 警察先生您听我说啊 我这孩子啊 他打从毕业开始 他就没找到过一个稳定的工作 今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了 第一天上班他就受骗了 那怎么办呢 年轻人 社会经验不够是吧 那就举您酌情地 宽恕他一下 通融通融 真的 年轻人出入社会 现在如果留下一些不良的影响的话 你说我真担心 他未来哪个单位敢用它 您说是吧 这麻烦你通融通融 对对 确定是第一次 确定 当然确定 哎 您要是不信的话 您可以去打听一下 跟我们建盟邻居一问就知道了 我 我们家就在那个棉房厂路 开了一家手工面铺 开了快三十年了 建盟邻居对小龙的情况都很清楚 甚至于有人都知道 他好不容易是第一天上班 就是办完 谢谢你 要不是你 我肯定淹死了 等我长大了 一定会报答你的 只是 你明天就要回上海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 一定会见面的 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在东方明珠塔下无见不散 如果你没找到我 就来这里说找房小龙 我们以后一定会在一起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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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警察叔叔 请问那个人是叫房小龙吗 对啊 你不是跟他一起来的吗 天忆 一天那么扳一张脸也就算了 你干吗老挑你弟弟刺呢 一家人合合协协的不行啊 我们小时候哥俩不是挺好的吗 现在怎么跟放炮一样 一点就炸就炸就炸成东西 你们仨孩子什么时候能长大 老高 一个人教训孩子呢 你全听到了 我当然听到了 有话你就直接跟他们说 要不然他们怎么知道你的心思 没办法老高 你不知道啊 当家长的 有时候我一件想说什么事 一看他们 从小没骂了 是吧 我心疼 是吧 该骂了就骂我出来了 该说也说不出来了 想想孩子也不容易 过了就算了 有话 还是得说 对了 你去门口看看吧 那儿还躺着个人呢 躺着个什么人啊 出来 再来看看看看 小姑娘 哎 哎哎 哎哎 小姑娘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怎么怎么怎么 什么小姑娘 你怎么睡这儿啊 你家里人呢 哎 你不就是昨天那姑娘吗 方方方 你好 我叫李玥玥 快点 不要抱 李玥我根本就不认识 还给我装糊涂走啊 你 怎么又是你 他们俩好像人神 会不会小龙没有偷什么娄子了 你好啊 小龙 我没有见面了 不是 你个谁啊 你跑我们家了干吗 你不记得我了 我是来报恩的 报恩 不是 你这一大早上 跑过来说要报恩 你脑子没问题吧 那你还记不记得十年前的夏天 在小湖边 一个小女孩落水吧 是你跳进湖里 把那小女孩救了起来的 不会吧 那 你是 总才想起来了吧 没错 是我啊 约好十年以后见面 现在我来了 来报恩了 你开心吧 报恩 报恩是以身相许的意思吗 那个 古时候是有那么个说法 就是 这个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能以身相许 这个 那现在年头不同了 这话不能乱言 这 就是 我们那个时候约定好了 十年以后再见面 要好好在一起的 你看 你那个时候还送了个草变戒指给我 我一直保存到现在呢 喂 喂喂喂 你给过人家戒指啊 你答应过要结婚呢 没有啊 爸 我 你开什么玩意 那这怎么 怎么回事呢 这 这 这 你等等等等 伯父 伯母 我是姑姑 姑姑 不好意思 我们出去一下 马上就回来的 我们马上就回来啊 你看 这小龙被这姑娘捏着寸头了 这下麻烦大了 行李都带来了 喂 你 我不叫喂 我有名字的 我叫李月月 好 李月月 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误会 当时救你的那个人不是我 是其他人 你不是叫房小龙吗 我是叫房小龙 但是你知道当时那个情况 是 棉房敞录 永福面坊 是你家 不是吗 那也没错 但是你知道 既然都对 那你干吗急着否认啊 我 你 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什么 其实 我来的时候也有想过 毕竟过了这么久 你不喜欢我 也正常 但是 约定就是约定啊 你救了我 我来报恩 是你说过十年以后 我们要好好在一起的 你是不是傻 怎么可能会有人 把十几岁小孩说的话当真呢 就是因为十几岁小孩说的话 才更值得相信啊 只有那时候单纯的我们 才不会拿感情来开玩笑的 那如果只是一个玩笑 过家家呢 什么 什么玩笑过家家 对啊 只是玩笑 怎么可能会有人把那种话当真呢 难道我们真的要在一起吗 要不然我们结婚吧 你觉得可能吗 正常吗 如果相信一个人的话叫不正常 那什么才叫正常啊 是你当初送戒指给我 是你亲口说十年以后 我们要在一起的 你现在突然跟我说这是玩笑 否定这一切就叫正常吗 行了 你要报恩也好 结婚也罢 但是我告诉你啊 当时救你那个人不是我是其他人 你明白了吗 等等 滚开 等等 滚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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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龙 小姑娘人呢 十年前救她的人不是我 说要跟她在一起的人也不是我 不是 姑姑 我跟她真的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是吗 真的 我跟她从上到下 从走到游都清清白白的 总而言之还是没听明白 不管了 那现在那个女孩现在怎么办吧 我怎么知道她怎么办 她自己看着办 对 我再说一遍 我跟她 我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对 这都什么鬼 吃饭吧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会发生了 你怎么会发生了 你怎么会发生了